彭沙文先生是一位非常傑出的作曲家 指揮家 他对中国民作管理乐团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 一个作曲家他学习西洋的写作手法 如果他对中国乐器不了解 对中国音乐不了解的话 他是很难写出一首 一首非常适合中国民作乐团演奏的好的曲目 指揮也是一样 他学习西洋指揮的手法 但是如果他对中国音乐的稳密 对中国的戏曲音乐如果不熟悉 不了解的话 他一样都没有办法指好一个中国民作管理乐团 彭沙文先生在这两点都是非常拓出的 这次音乐会我是担任这个板湖独秀 叫我是大姑娘美 是彭沙文先生改篇东北文歌 那用板湖来演奏呢 大家就明白 他一定不是说江南女子的温柔如水 东北大姑娘呢 是身材高大 性格爽朗的 那我自己觉得用板湖来演奏呢 是非常适合的 板湖这种乐器呢 你可以看到 他是用板演的 不是皮 所以他的声音呢 非常的联亮 都是直爽的 所以用它来表达东北姑娘那种性格呢 是非常适合的 彭沙文世世二十周年 纪念一模会 会在香港大会堂十二月九日十日举行 希望到时见到你们 谢谢了